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9月21日 星期三 這節和各位網友新鮮滾熱 跟進一下話說 有一位監警會成員日前批評TVB大台的選美節目 問為何在冷氣房對著曾志偉 又要瞪大眼睛給微笑回答問題 這位成員說真的不明白為何要穿衣服來回答問題 事件本來只是簡單至此 但突然間下午傳來一則消息 TVB發聲明譴責這位監警會成員的言論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的 跟各位了解一下 另邊商亦說過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再有檢疫酒店要跳船 生意不夠做 若然防疫政策再搞不定的話 那些檢疫酒店也挺惡搞的 情況如何 跟各位了解一下 說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見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監警會成員直斥這個港姐泳裝小報道不得了 TVB發聲明譴責存在針對性 報道的來文是如此 監警會委員余黎清平在9月21日會議時突然間把矛頭指向TVB的香港小姐比賽 指永莊環節 個個小報道不得了 余黎清平就說 答問題是否要在冷氣房裡對著曾智偉那些 燈大眼 望到實 為何要穿三點式答問題 我真的不明白 據了解TVB就這件事在9月21日發表聲明 表示強烈譴責相關言論 就說刻意將本台香港小姐競選的傳統比賽內容 和社會上與虐待兒童 色情 暴力相關的議題掛勾 並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其實這則都是奇聞 話說監警會的委員就香港小姐競選就給意見 就說到泳裝環節又穿得小布 又要對著曾智偉 不知為何這番言論竟然牽連更大的大波 就是說TVB大台發聲明譴責 亦指那個說法和色情 暴力等等的議題掛勾 並保留相關的法律追究權力 說這件事仍然在發酵當中 新鮮滾熱 不知各位網友又怎看 因為在說香港小姐競選 那麼多年以來都有泳裝環節 不過這位委員近年比較罕見地提出 為何要穿衣服來回答問題 結果牽連這個大波估計是要繼續發酵一下 暫時未知那位委員會否回應 另一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酒店寧願做Staycation 退出檢疫酒店 業界出請零加零 免黃馬通關 報導的來文是這樣的 入境檢疫放寬度零加七的呼聲漸漸高 指定檢疫酒店或將會完成歷史任務 星島日報早前報導有七間酒店提早跳船 退出在十月底才完結的第八輪指定檢疫酒店計劃 根據最新的檢疫酒店名單 再多兩間酒店 未等到計劃結束 十月中將會退出檢疫酒店行列 有酒店鐵定筆參與第九輪計劃 開始接受街客11月的預訂 有旅遊和酒店業界人士接受星島日報訪問的時間認為 實施零加七都難以吸引旅客訪港 到時酒店業或會陷入困境 零加七只能夠作短暫的過渡期 零加零才是目標 醫務衛生局回復星島日報查詢時表示 截止昨天有九間酒店因為不同的原因 已經或將會提出退出計劃 涉及約摸4200間房 計及9月中一間新加入的酒店 參與第八輪計劃的酒店有60間 合共提供2.25萬個房間 大部分酒店的房間供應仍然十分充足 另外政府早前發信邀請約摸2000間酒店或旅館 申請第九輪計劃 已經在9月16日截止 一共有61間酒店提交申請 政府正在展開評估 本港8月中實施3加4檢疫政策過後 入境人數未有大幅上升 更加因為酒店檢疫期縮短 減少了檢疫酒店的需求 整體入住率只是約摸五成 由於政府和指定檢疫酒店簽訂的合約 容許雙方提前解約 所以早前已先後有7間酒店 在10月初之前相繼退出計劃 其後雖然有多一間酒店加入 但仍然令到參與酒店的數量由高峰時期 68間減到62間 到10月中更加會進一步減到60間 政府最新名單顯示 再多兩間酒店會提早推出計劃 包括灣仔諾富特世紀酒店 在10月15日開始停任這個指定檢疫酒店 餐廳和客房在10月18日回復正常運作 尖沙咀今月假日酒店就在10月19日開始 停止指定檢疫酒店的營運 在10月26日開始恢復正常營業 另外已有參與金輪計劃的酒店 鐵定筆加入新一輪計劃 包括黃竹坑海洋公園萬豪酒店 已開放11月的房間和Staycation套餐 被市民預訂 香港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崔定幫認同 必須盡快實施0加7 但只能作為中途方案 他解釋0加7便可以吸引港人外遊 但回來香港可以留在家裡 就說 但遊客來到又不可以外出吃飯 連主題公園都去不到 他們為何還要來香港呢? 他進一步指出 港人外遊會帶走消費力 令到本地營商環境更加艱難 就說 所以0加7不可以耐 0加0才是那個目標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若然實施0加7便多了香港人外遊 反而本地的消費力被帶走 但相反又吸引不到外地的旅客來香港 說家印當你0加7甚至0加3也好 即是來到香港不准入餐廳 不准到處去 主題樂園也不准入 那來香港做甚麼? 悶死了 結果業界就說0加0才是目標 其實朝向取消所有防疫措施才是目標 即是到時香港真是回復正常 應該要有復償時間表與路線圖 大家都追問10月中 施政報告會否有所透露 另邊商講講這則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平州男子墮海昏迷 餐廳職員應勇救起由直升機送院 報道的來文是 平州發生墮海意外 凌晨1點多據報一名男子 在平州碼頭一間餐廳對開 和妻子喝酒聊天 期間那名男子報稱去廁所 但很久沒有回來 不久一名餐廳職員發現那名男子 在碼頭對開海面御匿昏迷 立即跳海就去救人 不過男事主獲救過後陷入昏迷 救援人員趕至現場 急召這個飛行服務隊直升機 將男事主送往港島東區醫院搶救 他的妻子就在旁邊陪伴送院 男事主姓林 61歲 據了解他經急救過後已經恢復自覺 警方介入調查正了解 渡海原因是否涉及意外 希望這位林先生盡快好 即大步纏過湯雞還神 說他的太太相當擔憂 估計是否意外 插錯腳 跌入海中 預力 情況仍然有待調查 另外亦提及這則社區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報道 沙田圍村3米高的樹倒塌 那棵樹是壓住了池塘屋頂 報道的內文是沙田圍村70號屋旁邊的一間池塘 後方三坡有一棵三米高的樹倒塌 警方和消防員在上午11點06分接報到場 發現那棵樹壓住了謝士加池屋頂旁邊 經視察沒有即時危險 可以自行處理就離開 事件當中沒有人受傷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的影片繼續聊天